哈喽大家好,我是佳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糖化 就是那种用糖做的画 图案都非常的精美 好吃又好看 小时候非常的喜欢 但是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上 因为糖化这门记忆非常的传统 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我也只是在老家过年的集市上有看到过 但是今年这个情况 集市肯定是没有了 所以为了满足我自己这个新年愿望 我决定自己来做 这么一大堆东西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是一根糖化笔 这根笔比我们平时写字的笔要出很多 等一下就要用这根笔来做画 而这一大堆的糖化棒就是它的笔芯了 一张桌面保护垫 一叠八张做画模板 其中还一张奥特曼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它是哪个奥特曼吗 剩下还有一包竹签 一个底座和一本操作说明 万事俱备 我们开工 先挑一个我们喜欢的画 小孩子啊 他肯定就会喜欢这种什么猛虎之类的 大人肯定是选奥特曼了 在画的上面 放上硅胶格垫 打开笔盖 往里面放入糖棒 盖上盖子 接上电源 这个糖化笔 它是要预热五分钟的 那么我们过五分钟再来 在等待的时候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图 我们最好是一笔画完它的外框 那么就从这个脚尖开始吧 时间差不多了 开始 我们画的时候要慢一点 尽量让这个糖化均匀一点 等一下揭开的时候 就不容易断开 在拐弯的地方 尽量的停留了久一点 奥特曼的手怎么这么尖呢 就一个手指 这里有点难画 等一下我们再来补那一块 都粘到一起去了 我们先把它的外框画完 等一下再来补里面的细节 这些没画好的地方我们补一下 好了 外框就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补里面的细节 嘴巴 眼睛 最后一点点 这里还有一点耳朵 还有手这里 然后我们放上一根竹签 让它与这个糖化相连接 等一下好接下来 在连接的部分我们点几点 好了接下来等它晾干 现在过了大概有三分钟 应该可以把它接下来了吧 我们小心一点 感觉还是粘得很紧 先翘起它一个角 慢一点 怎么粘得这么紧 这里好像不行啊 不要断不要断 大功告成 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丑是丑的点 但最少是成功了 亲手制作的第一个糖化 来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先吃它的手吧 嗯 so delicious 头上这个尖尖味道应该不错 你看这粘牙 给大家开个玩笑 我已经把它给补好了 马上就要到牛年了 那么我们来画头牛吧 不过它这里也没有牛的图案 那么我们来用手机做图案吧 您不会以为我要直接这样吧 当然不是 收坏手机怎么办 肯定是先把它画下来 好了家里没打印机 就这样撤合用吧 开始 这感觉太小了 没法下笔啊 我再去画一个大的 这张应该没问题了吧 盖上 开始 放上木签 再点几点 可以了 轻轻的把它接下来 大功告成 那么在这里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牛气冲天 心想事成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又到了时候 讲拜拜 告辞 好 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